如果你看就取这么两股头发 把这两股头发取出来放到一侧就行 放到一侧 其他的头发也是往一侧一放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这边的头发也是梳一下啊 皮筋是拍二号链接梳子送的一百根 加粗加厚的防滑皮筋啊 我们梳子的皮筋是给它送了一百根的 你可以去拍我们的梳子 这里的头发呢 我们也是给它梳到一侧来 然后用上这种啊 不吃头发 不捏头发的皮筋 然后把这个头发也是扎在跟耳朵平齐的位置 你不要扎的太上 也不要扎的太下 你看就跟耳朵平齐这个位置啊 现在我后面的头发就是比较简单的 就这么扎了一下 然后接下来咱们这里的头发呢 给它从中间掏个小洞洞 头发从中间掏个洞 然后把这个发片从上往下翻转一下 然后你再来把这个头发拉紧 就完成了啊 这个纹理会更加简单 那接下来就把这个颅顶的头发呀 两边的头发呀 都去给它撕扯一下啊 每一股头发根据你的那个脸型 你想扯多高 你就给它扯多高 好吗 扯高一点 扯完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位置 如果你头发是不够高的 你给它往上推 推上去啊 把抓夹拿出来 用一个玫瑰花抓夹 夹在这股头发的上面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种是不是更加简单 手残挡的你也可以做我这个发型啊 因为这个发型相对于我们不会做蝴蝶结的姐妹来说 这个发型特别友好 因为从前面看整个人也是有一种就像金娘子那种感觉的了啊 然后大家再来看一下侧面 侧面也好看的 这个是我们侧面和后面的效果 后老勺是不是也好看啊 对吧 这个就是放在一侧的一个效果啊 你也可以放在两边 如果我们喜欢就是更加低调的 你就只要放两边 或者说是我们这样 把头发放到一侧 放到一侧之后 这里的头发 咱们给它编上一个三股麻花辫啊 下面的头发 你编一个三股麻花辫 三股麻花辫稍微编松一点 不要编得太紧 因为编得太紧的话呢 就会显得发量很少了 发量少怎么办 发量少就要扎呀 头顶头发随便 取个一半就可以了啊 头顶的头发取一半就可以了 没有那么蓝 而且你发量少 你这种发型都是不调发量的 就像你家麻尾一样 真的是不调发量的啊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发片 给它拉丝拉一点点 要不然写的发量很少 一定要记住这个头发 编松一点啊 不要编得很紧 编得很紧 会感觉太中规中矩了 没有自然的感觉 所以你就像我这样 编松一点 它就没问题 大家看 这样是不是很好看 这样就真的很好看啊 随便一扎 没有问题 看正面的效果 然后侧面和后面 好好看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抓甲 拉掉 那就会显得脸很大 因为这两边太扁了 你们这里可以用 我们的玫瑰花抓甲 做一个固定 这样固定完之后 会更加氧气一点 这个真的很好看 我现在上头戴的是一个黑色的 啊